同学您好 今天我们来学习物证检验摄影概素 犯罪现场常常会遗留部分极其微弱的痕迹物证 因为现场环境因素的影响 刑事技术勘验人员需要对痕迹物证进行可见光或非可见光下的物证检验摄影 这节课我们就来学习什么是物证检验摄影 物证检验摄影是指应用摄影专门方法 对犯罪现场和搜查 技术检验过程中提取发现与案件相关的痕迹物品的成像记录和检验 物证检验摄影要遵循以下基本要求 要完整地反映备摄物体 要准确地反映备摄物体 要清晰地反映备摄物体 检验样本的影像要反映一致 一个案发现场 我们要将物证的整个轮廓特征 及其所处的位置和物质之间的关系反映出来 比如案发现场抽屉里有一张光滑的照片 照片上有一枚潜在的汉液指纹 我们需要用三个画面来反映抽屉与图片及指纹的关系 即照片在哪里 照片的原貌 照片上指纹的光学检验 物证检验摄影是通过记录 痕迹物质与成痕刻体之间的相对亮度分布 来表现痕迹的细节特征 一般情况下 痕迹物质与成痕刻体之间的相对亮度差异越大 痕迹物证显示就会越清晰 配光方法可以改变和调整 被检验物体上各种物质的相对亮度分布 遗留在犯罪现场的痕迹物证 一般由成痕刻体和痕迹两大物质组成 根据成痕体和痕迹的不同 可以分为成痕体是平面还是曲面的 表面是光滑的还是半光滑 甚至是粗糙的 遗留在成痕体上的痕迹是立体的还是平面的 立体痕迹又可以分成加层痕迹与减层痕迹 比如光滑表面上的定向反射 当光线照射在光滑表面时 会产生一定量的定向反射 粗糙表面的半反射 以及半光滑表面上的混合反射 物证检验摄影分为常规物证检验摄影 和特种物证检验摄影 它们的任务是记录固定痕迹 物证的实际的面貌和检验结果 显现痕迹物证当中肉眼看不见或分辨不清的特征 为技术鉴定提供资料 揭露某些被破坏被掩盖的事实的真相 为诉讼提供证据 常规物证检验摄影和特种物证检验摄影 指的是在可见光和非可见光下进行的物证检验摄影 通常我们将常规物证检验摄影分为 翻拍、脱影、反射、透射摄影、阴影法拍摄的加强反差摄影 以及分色摄影和偏光摄影 每一种检验拍摄的方法 根据成痕体和痕迹的不同来进行方法的选择 哪一种方法能够把被射物体拍摄清晰 就选择哪一种方法来进行拍摄 例如案发现场留下的指印 多数是在普通光线下看不见的潜在指印 或者是先焊液后灰尘或先灰尘后焊液的重叠指纹 由于焊液指纹物质当中包含了有机物质 我们在消除焊液将灰尘指纹显现的过程当中应用到了加强反差摄影 从而分别将焊液与灰尘指纹光学检验出来 焊液纹线物质越多 指纹就越新鲜 则焊液纹线混合反射的能力就越强 绝大多数的灰尘指纹 纹线当中的灰尘数量较多 就会具有慢反射的性质 其反射光均匀地出现在所有的方向上 由于灰尘呈现慢反射的性质 它的反射过程具有很强的退偏阵能力 就可以用均匀散射光拍摄这类条件的灰尘指纹纹线 物质检验摄影的第二类拍摄方法 我们把它叫做特种物质检验摄影 特种物质检验摄影是指在非可见光的范围内 和利用特殊的仪器 比如说激光器 显微镜等进行的物质检验摄影 通常分为红外线摄影 紫外线反射摄影 光质发光摄影 以及显微摄影 X光摄影等等检验方法 本节课讲述了物质检验摄影的定义和方法和类别 本节内容就讲到这里 同学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